在滔滔的长河中 你是一朵浪花 在绵绵的山脉里 你是一座清风 你把寂寞藏进 无垠的缝隙 你把梦想写在 远天草原 你煽烧自己温暖大地 任自己成为灰烬 让一缕缕火焰 偏偏起雾 那就是你最后的轻松 祈福 不是我小气 是我怕给主妇先生惹麻烦 你当着肉人人都吃的吗 你吃的我就吃不得 来来来 放心 皇上要来我来对付 我正有些治国大忌 要跟皇上讲的 皇上的赏肉在哪呢 在这儿已经成仙了 放肆 大胆 随我即刻进宫 皇上召你 这肉可不是我一个人吃的 汤你也得带走啊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好 快点 你们说你 你还知罪啊 是饱毒师叔之人 怎么偷别人的肉呢 你说说 不是也分了你一份吗 陛下 那肉本来是想 若皇上不责就吃掉 若皇上责备 就退还皇上 朕当然要责你 当着百官的面没大没小 没规没据的 朕还要罚你 退回来 退回来 那肉呢 报皇上 肉已经没了 没了 那你跟朕说说 哪儿去了 是不是进了狗肚子了 回陛下 没进狗肚子 路跑进了两位高人的 卫宫里升天了 什么高人 一位就是皇上赐号 会吹牛的东方朔 还有一位更高的高人 就站在那里 草民主父也 恭请陛下圣安 臣有重大施政建议 要向天子念臣 死子隔楼得下去吧 谢陛下 坐 东方朔 微臣在 你听好了 你的朋友若真有高论的话 朕倒也罢了 如果没有的话 你那肉可要给朕退回来 在下身知陛下 目前处境艰难 陛下是大有为之英主 既要有为 就要有所不为 那依主父先生看来 朕眼下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世上除了皇上 还有另一无形主宰 那就是舆论 是无冕之王 舆论 无冕之王 圣人讲 治国必先治人心 可是人心跟着什么走呢 那就是舆论 舆论又是随着什么人走呢 什么人 就是太皇太后 最看不上眼的那些书生 天下的舆论 实际上都是随着 那么几只笔杆子走的 朕书立说 传播道义 因是力道 忠诚气候 陛下如果不去争取舆论人才 就会被淮南王 刘安那样的人 掌握控制 陛下最近的这些教训 难道还不够深刻吗 有道理 是啊 当初董忠书的天人三册 给朕极大的启离 如今主妇先生的一席话 让朕听了呢 也颇有些道理 这样吧 一嘱咐验就替朕 多找些这样的人才来 也没什么正事 无非就是陪着朕呢 喝喝酒聊聊天 谈天说地 打发时光罢了 这皇上每天心情怎么样 皇上近来很高兴 召集立批文事 吟师作妇 调皮扯淡 喝酒玩游戏 那你看见王太后 去找过他吗 没见过 那皇上受猎的时候 又跟什么人一起去呢 皇上外出游猎 都是打扮成公子哥的模样 自带吃食 借宿民家 百姓都不知道他是皇上 听着皇上途逍遥 我也很高兴 好 你就再给我盯紧着点 诺 陛下 陛下 陈来请示陛下 下午的围猎 是否照常安排 来来来来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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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陛下如果感觉不适的话 臣可以 不 照常安排 臣领旨 上医院是朕养气的好地方 十年养气 养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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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卫青也要借此好好磨练自己 忍者要山 智者要水 你手下可以调动的羽林有多少人吗 陈属下只有八百九斤 当年朝所讲过没有长盛之兵只有长盛之将 如果从你的八百计中将来能够历练出一百名将军的话 那就足以抵上八十万计 八十万计 是啊 上林院是再好不过的衍兵场 真让你把允林卫队了 扮成有军官学校把狩猎当作作战 美名狼官军事轮流指挥 只要用不了几年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无穷 你懂真的意思吗 懂了 始终的 是 三 三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戒大铲鱼 汉使来了 倒酒 倒酒 进来 汉使进证 大汉皇帝敬问匈奴大铲鱼无恙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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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你们汉朝还有皇帝呀 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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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究竟是老的还是小的 是男的还是女的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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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汉使天下从来就有大皇帝 当今在位的皇帝乃是孝景帝之子 大禅于胭脂的胞弟也 汉使见谅 本禅仪听说 如今汉朝的一切 都是太皇太后说了算 年轻的皇帝 是个喜爱四处游逛的大顽童 真是这样的吗 本朝皇帝极为睿智 他继位时的确很年轻 所以我皇帝在国策方面 多采纳太皇太后的垂范 这也正是我华夏历来以孝道至天下的传统 那么你们的皇帝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是的 当今我皇帝出继位 特派使臣来向大禅于重申坚持和亲之政策 并以厚礼相赠 与长城下开通官室通商往来 本使臣携精米五千壶 佳念万诞 以示和平诚意 是啊是啊 你带来的酒我们已经喝了 弟兄们 你们觉得汉朝皇帝送来的酒味道如何呀 好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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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是啊是啊还不错 多 多送点来 多送点来 多送点啊 好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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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 好喝啊 好喝啊 你 спрос 你是汉人 你覺得 ransomeseing 这汉朝 sc 350 公司多临 过汉三商 罪续生乱 那汉朝送来的精米还有丝绸 你觉得怎么样啊 这是什么呀 此为汉朝皇帝送给大禅于本人的礼服穿戴 锦绣起衣 绣夹长茹 锦夹袍刻一件 黄金式的宽衣袋一件 必喜饰品一双 还有 行了 你过来 你们俩都给我过来 你们俩把他给我穿上 穿上 什么意思 他不让人去换衣服 换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 手 喝酒 喝酒 你们看啊 立刻骑马到河边的草丛里 跑上一圈 快去 好 钟行月 你要干什么 你这卖身投靠 背弃祖宗的家伙 好 走啊 走 走 哈哈哈哈 哇 太好了 走 回来了 这是什么 烂布头 这就是你送给我们大铲鱼的衣服啊 大铲鱼 这就是送给您的衣裳 这就是汉朝的丝绸 他怎比得上我匈奴的瞻衣皮革 毛球坚固温暖立于作战 汉朝的精米素粮 又怎比得上 我匈奴的乳汁奶酪 鲜羊牛肉鲜美自补 大钗铭 我匈奴论人数 比不上汉朝的一个郡 可是为什么能让汉朝如此害怕 就是因为我们的衣食风俗生活 都和汉人不同 如果我匈奴 改变了生活习俗 专事模仿汉朝的东西 这样发展下去 用不了几年 汉人的衣食文化 就会大量进入匈奴 汉人的美酒美食 会腐蚀我们的心态 我匈奴 就会被汉人不战而击败 大钗鱼 那么中行乐的意思是 不赞成目前的和亲政策 大钗鱼 奴才的意思是 我大匈奴在汉朝的美酒丝绸精米面前 不可失智 至于汉朝每年的供奉 一点都不能少 还要尽善尽美 如果不给 到了秋收马肥时 我匈奴的铁骑必要长驱直入塞内 打得你们汉朝人 非给我们匈奴人进攻不可 到那个时候 我们要取的 可就不是这么一点点了 大钗鱼 您与我们的先帝已经立约和亲 违反此项条约者当处死 可是现在中行乐 当着汉使的面 公然发表被约好战的言论 破坏目前汉兄之间来之不易的和平 请问这位 中行乐先生是什么来历 你们汉朝的皇帝 中行先生本是汉宫中的太监 您是得罪了当时的窦皇后 文皇帝就派他随和亲公主一同陪嫁到的匈奴 他离开你们汉时立下一个誓言 此生必要帮助大匈奴灭汉 以报此仇 好了 也请汉使臣 转达我对新皇帝的问口 送客 请 大蝉鱼 大蝉鱼对他们汉朝来使也太客气了 嗯 就是了太客气了 是的 为什么这么对他 我们的大蝉鱼一向不是这样的 说的一点都不错 云雀跟山鹰怎么比啊 是吗 现在的汉朝小皇帝就是一个不会叫的云雀 我们的大蝉鱼才是高陵群山的雄鹰啊 臣出始前 太皇太后 皇太后 还有皇上亲自说话 均要求臣务必转达 对南宫公主的思念之情 尤其是皇上 亲自折柳送臣之坝上 这么多年了 彻儿已经长大了吧 他现在当了皇上 出落成什么样子了 这么重的蛋 他担得起来吗 如今皇上威武雄壮 才智高企 在上林院打猎 曾单人手持白刃 力薄黑熊啊 请起吧 智日的侍卫听说了些 请汉氏回宫 务必带我转告他 不要任性 更不要和太皇太后拗着 为人君者 当能宽人大量 来日的路还长着呢 此时 后,"床皇太后请安", 床皇太后 哎呦 我们的脱江野马总算是回来了呀 听说你最近还带着一帮铁工在烧炉子炼铁呀 怎么样啊 炼成了那个叫做什么金刚的吗 孙儿无能 那野炼金刚的窍门 孙儿始终没有找到 是啊 这人世间做任何事都要找着窍门 做皇上也得懂窍门啊 谢奶奶教诲 而孙儿对我大汉的周边邻国了解甚少 其实那野炼金刚的技术就发端于匈奴西边的西域 而孙儿对那里却一无所知 对西域老身也是耳闻不多呀 父亲 奶奶 孙儿想派一名使节 去西域 代替孙儿去了解西域的 风土人情地理 哦 这是正事啊 应该 可是你想派谁去呢 这凿空探险开天的事 要年轻人 西域啊 那个地方 奶奶听说过 虽然我这瞎老太太 对她没兴趣 可你这做皇上的 连周边国家的地理人情 都搞不清楚 你怎么去牧林安邦啊 那 不就跟我这瞎老太太 一样了吗 好 派吧 派就是了 孙儿 谢太皇太后 陛下 臣收到一些关于匈奴情况的警报 特赶来向陛下请示 你说关于匈奴的人 聪明 你明白朕的心思 讲讲 是的 陛下 匈奴危害边军 屡杀百姓 掠夺财物 我朝廷理当给予重计 但陛下 初登大位 我想 还是 必须坚持和亲 臣以为 为了长久之计 朝廷必须有一套战略 来制止匈奴 朕早晚要收拾他们 请有何良策 前不久 匈奴小王阿虎尔率部归降 他说匈奴已经打败了月之王 他们把月之王的头颅割下来制成了酒器 虽然月之人逃到了很远 但是月之国痛恨匈奴人一直寻击报仇 只是苦于没有盟帮帮助他们共击匈奴 臣以为 若我们能派出使臣与月之人联络 约其共击匈奴 这样 未来 制服匈奴就不难了 这主意很好 朕定了 和亲之策仍旧进行 联系月之的事也同时进行 你看派谁去好 派到西域去的审臣 陛下 须有胆识 性格坚韧 身体强壮 忠于王室 臣以为 不妨从内外公开招募能人来出任 好 朕就派清据你一份招募文告 那 和亲派人去呢 博士 公孙红可担当此任 就公孙红了 朕争招有志有胆的勇士 跨过草原大漠 去寻找大月之国 听说皇上整天在上陵院打猎 怎么突然又描上西域啊 你说有谁愿意去那一方之地呀 是啊 那草原大漠雪山可不是 是玩的 而且还隔着个大匈奴 是啊 能当汉使当然荣耀 只怕有去无回 比登天还难哪 那可不就是嘛 这真是看什么 呦 在这儿在这儿呢 有了 陛下 是 张迁啊 陛下 陈听说朝廷正在招募出使西域之人 陈愿应目 下来吧 你们看 其实那边也有啊 你是朕身边的侍卫 你又没去过西域 你知道西域吗 臣虽然没有去过西域 但略知西域 你怎么知道的 臣家中有一家奴 名甘夫 是胡人 常与臣谈论关于西域之事 陛下 臣年轻礼状 又粗之西域状况 绝不会有负使命 陛下为何要笑我 朕是在笑自体 满朝的文武百官 都是朕的把文于不顾 只有朕身边的你来应召 难得呀 臣自有追随陛下 深知陛下此举是 长青远绿的鸿图大计 臣愿与担当此任 不找到玉之国 绝不还家 臣愿与担当此任 你先回去吧 朕自有主张 谢陛下 你先回去吧 勇士们 都起来吧 绝由佛女儿 你 有多有论 为何哪能干 在这之朕 努力像一样 我把这一架 探索了 无盛行 論上 要求你 要不少 当然要不论 我虚传 对 那是 她很小的 她技巧 本来 她的 解释 解释 此人 快去 sold 盟绝沙漠 纵马草原 我告诉你们啊 听说西域的女人可是漂亮啊 像你们这样的汉子 一个还不得配上三四个呀 真的呀 真的呀 真是好事 真是 我去 我去 举手的 你就留着用吧 没举手的 统统跟我走 想得倒霉 三四个女人 那还用得着皇上亲自发榜招勇吗 好 真有理的 张前 你还记得吗 你和韩颜陪着朕 在太子学社读书的往事吗 怎么不记得呀 一段美好时光 陈永真难忘了 少年义气 吞吐江山 质框射击 你还记得 朕曾在宣室内 带着你跟韩颜 舍匈奴彪吧 臣记得 那天陛下还发了很大的火呢 和韩颜陪着 陈永真的人 不悔 手 靠 孙集 男 是 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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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可偏偏就不怕他们 朕做的都是光明正大的事情 只不过是用了些人 非常之人 这些人才都是他们看不上 也不想用的人 朕就用了 怎么样吗 谁要是觉得能比十三岁的 桑弘阳更善心算 那好啊 朕也让他入宫来主司才计 谁要是觉得能比东方朔 更会讲笑话 朕也让他代招金门 能比司马向荣强也行 朕就让他也做一片上林妇 给朕看看 不如把太皇太后接到上林院来 让他老人家亲自感受一下 也好大笑疑虑 魏琴 你不知道 老太太是那种不用眼睛看世界的人 她用的是心 在她的心里头 早就看透了朕 陛下 是苟见杨德义 陛下 朝廷里确有坚韧 您还是回卫阳宫去吧 卫阳宫就安全吗 也许这就是天秘 天秘 什么天秘 先帝特别关照皇上 怕不是没有缘故的 丫头 你信这一套啊 娘可从来不怕这天命 知儿这孩子 他伤了我的心 赵婉王赃是什么东西啊 女儿倒觉得 母后不必再纠缠此事了 其实皇上他就是人大心也大 他这两年 可比早几年前历练多了 那些事啊 我看就算了吧 你呀 到底丈母娘 还是向着姑爷 那你让女儿怎么样呢 皇上 纵然有一百个不是 可他毕竟是我的亲侄儿 我女儿的丈夫 就是打断了骨头 还不连着筋呢吗 娘 不论是和谦王刘德 还是怀难王刘安 更别提我那要官子的老公 我们还能靠谁呢 娘 我就盼着 这皇上再大戏 成熟些 将来自然 会对我们更好一些的 好吧 其实我又何尝不爱这亲孙子 只是这个坏小子 太让我担忧了 我实在是怕他中了那些 如生的奸计 而不自知啊 这孩子自小桀骜不驯 那确实是个好苗子 先帝眼力不错 但还要是 只怕这孩子还是不成熟 我还要看看他 我捧淮南王 那也是想要给他 竖个对立面 我倒要看他怎么办 可那淮南王盯上这皇位了 听说他那女儿在京城里 就像个娼妇 四处跟人乱睡 其实他们都是在做梦 是什么 晴南上 能晴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实现刘彻结交盟友的宏伟战略意图 张谦及其精心挑选的一百多名随从人员 秘密地由长安向西进发 他们将穿越匈奴地狱 去寻找大越之国 两千多年后 全世界的历史学家们 把这次出使的这支小分队 视作开拓西域 建立连同欧亚之间丝绸之路的发端 但是当目送这支小小的队伍离开长安城走向绝育 即将开始长达十多年的苦难征程时 发起这次远行的汉武帝刘彻 当时却根本不知道 张谦一行是否还真的能够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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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